今次卡巴又去了我土棧 兼且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最烈的一树洞 和柱英石、柱人石和星星石室 今次都是在德望學校出發 而旁邊這條就是清水灣 沿著德望學校旁邊這條樓梯 上去日落石的入口 沿著這條樓梯一路直上 直至樓梯級的盡頭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日落石的入口 介紹一下今次所走的路段給大家聽 今次完日落石上山 去鵝肚棧島 再完柱英石去柱英石 然後再去飛鵝山的一树洞 大石谷、柱人石、星星石室 最後由柱人石下山 全程大約接近三公里左右 直至到這個位置 兩邊都可以走的 左邊和右邊都一樣可以上去 卡巴也免得影響別人拍照 沿著右邊上去 走到這個分叉路口位的時候 右邊的位置是不對的 不要走右邊 要沿著左邊走 就會去到大石的位置 站在這塊石的最高點 景點都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東九龍一帝的景色 而且看後面 日落石的入口 正正在後面的位置 繼續沿日落石去鵝肚棧島 如果大家有經驗的遠山人士 如果喜歡這條路線的話 亦可以看我們之前拍這段影片的 日落石、鵝肚棧島 以及二天姐一輯 又去到這個要攀爬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沿著石邊的那縫 慢慢爬上去就可以了 還是不要心急 慢慢爬上去 問題應該不大 剛剛就是由這個位置爬上來的 接著又有另一個較直的位置 又是要攀爬上去的 以日落石這條路段來說 這兩個位置都是比較為直的 而且需要攀爬上來 在這個位置就要靠左邊走 又看一看我們剛剛 剛才就是由這個位置上來的 現在就向左邊走 轉左邊之後 又有另一個要攀爬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就可以踩著樹根爬上去 剛剛爬上來的高度 大致上是這樣的 日落石這條路段的確是比較花體力的 所以今年的夏天真的比去年熱很多 而且最近也聽到很多行山發生的意外 所以心情其實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都衷心希望大家都是兩力而為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就要靠右邊走 墊咀指著位置 剛剛就在下面這個位置走上來 現在就繼續沿路上去 日落仔這條路,沿路都是沒有樹蔭的 夏天來的時候真的要特別小心 而且做足好準備才好來 當然啦,希望大家秋天或冬天才會來 走這條路段會比較適合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的位置 就會接回飛鵝山藍隻的高危路段繼續上山 差不多就會去到主要的分岔路口位置 分岔路口的位置就是地圖圈住的位置 剛剛就是由日落仔上來的 A一邊就是飛鵝山藍隻的高危路段 而再上去就是自殺矮 而卡巴就會沿著鵝肚棧道繼續走 鵝肚棧道屬於一條高危路段 絕對是不適合行山的初學者 即使你有行山經驗的人士 不熟路的話,都最好找一個熟路的人帶你來 去到這個分岔路口的位置就轉左邊走 雖然現在多了很多絲帶綁在樹上 不過我們都希望大家善用自己的離線地圖 尤其是選擇這些高危路段 即使是卡巴來過鵝肚棧道幾次 它都會一直堅持一邊看著地圖一邊走 來到第一個比較麻煩地處理的位置 就是要下去 其實慢慢扶著下 問題應該都不算太危險 剛剛就是由上面這個位置走下來 現在就靠右邊繼續走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的時候 地上都佈滿了樹枝和碎石 記得打風或者下雨 都不要理這條路段 如果好像去到這個差不多近圓崖旁邊的位置 儘量要小心點 卡巴亦都跟我說回 鵝肚棧道最近的路況 比上一次走又闊落了很多 下面都有條小路 不過是錯的 不要走 繼續沿著山邊這個方向才對 這個位置也是比較危險的位置 旁邊是一個大赤坡 旁邊是一個大赤坡 除了在這個位置比較危險之外 再走前多一點 都會有另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真的要扶著牆邊慢慢跨過去 還沒去到一樹洞之前 卡巴就會繞去柱鷹石那裡 再走前多一點 就會沿著那條路下去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身處地圈圈的位置 現在就要靠右邊走 轉左右之後 就是分叉路口的位置 向上走就仍然是鵝肚棧道 現在就會沿著柱鷹石的方向走 現在走這條路並不是鵝肚棧道的路段 再往前走 去到這個位置就靠右邊走 轉了彎之後 又有另一個分叉路口的位置 而右邊的位置是錯的 要沿著左邊這個方向繼續走 暫時一直沿路的路況 大致上都是相同的 在分叉路口位 靠右邊走下去 轉了彎後 就會見到柱鷹石 在這麼遠的位置 已經見到柱鷹石 象徵度非常之高 無論近看或遠看 真的非常像一隻鷹 就是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就是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就會見到柱鷹石 然後就是靠右邊這條小路 回到鵝肚棧道 這條路發生什麼事 周圍都是樹枝 非常之吵架 看看如何捐過去 我去好了 現在一直沿路上去 就會接回鵝肚棧道 沿著柱鷹石去柱鷹石這條路放 迷路指數是非常之高 大家就要記得看清楚地圖 確認自己是否正確的位置 剛剛 剛剛 卡巴就沿著前面那條路 下去柱鷹石 現在就已經繞了一個圈 接回鵝肚棧道 去到這個位置 又是一個比較難處理的位置 也要慢慢走 不要心急 在這個位置 遠望可以看到獅子山 應該多走一會兒 就會看到一樹洞 因為前陣子 也有很多人分享一樹洞的漂亮照片 所以明顯 鵝肚棧道 多了很多人走 而且 變得周圍都掛滿了絲帶 參考好了 千萬不要盡順 終於來到一樹洞 卡巴說明明走了這麼多次 鵝肚棧道 為什麼我一次都見不到一樹洞這個位置 剛剛就沿著這條路走過來 沿路下來就可以看到一樹洞這個位置 卡巴下去大概視察深度 都會有兩米左右 如果拍照的話 首先就是要由低處拍上去 對啦 大概就是這樣 才可以拍到 好像網上一樣 這麼漂亮的照片 卡巴現在就離開這個 和牠拆身而過過幾次的一樹洞 繼續沿著鵝肚棧道 去大石鼓方向走 走前多一點就會看到鵝肚棧道 沿著這個位置一直走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 有些繩子綁著 也要看大家盡量不要靠近斜坡 來到了鵝肚坑 現在卡巴就會沿著鵝肚坑走上去 再接回鵝肚棧道走 大家也可以沿著旁邊這條小路走上來 再走前多一點 轉左邊就會接回鵝肚棧道 剛剛沿著鵝肚坑一直走到這個位置 然後接回鵝肚棧道 這個位置可以接回鵝肚棧道 沿路去大石鼓 而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大石鼓 去到這個位置就沿著條路下去 剛剛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 浸汽些都要和大家说多一次 就是最近真的发生太多的行山意外 所以大家走每一个山头都要量力而为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也差不多到大石谷了 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过去 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隐蔽的 最好看一看地图确认自己的位置 刚刚沿着这条路走过来 前面就是大石谷 前面就是大石谷 到了大石谷 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欣赏到九龙一带的景色 千万不要挂着打卡 或者挂着欣赏风景 越走越近沿岸边 这个位置很危险 现在就离开大石谷 沿着左边位置的石垃爬上去 高度也不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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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不算太高 爬上去后 爬上去后 又要爬上去 刚刚在这个位置下来 离开大石谷后 沿路的路房就比较麻烦 因为开始比较多攀爬的位置 并且要消耗很多体力 差不多去到柱人左脊 在分叉路口位就转左边走 沿着柱人左脊下去 现在地图劝住这个位置 沿着柱人落山这条路房 大家都看到 都是比较斜的 而且都非常多浮沙碎石 而树的两边也加设了一些绳 如果下雨 就真的不建议走这条路段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斜度 而且地面也有很多树根 小心一点 卡巴也跟我提及过 如果圆柱人脊下山 应该比上山更加辛苦 又有一个分叉路口的位置 现在卡巴会沿着左边去柱人石 再去到星星石室 暂时的路房都很清晰 再往前多一点 应该就会看到柱人石 就是在柱人石 在柱人石 看到了 柱人石就是在这个位置 外形真的相似一个人的样子 现在身处在柱仁石旁边 远着柱仁石走过来 现在继续远着柱仁石去猩猩石室 这段路亦不适合初学行山的人士 建议大家记住找一个有行山经验的人士 才来走这条路段 在分岔路口转回左边走 而且这条路段亦是迷路指数极高的路段 要做足准备才理好这条路段 远路亦有很多树枝 经常踢脚的 差不多到猩猩石室 柱仁突然转右边 打算出去视察一下 原来猩猩石室就在她的脚下 走进去 刚才那条小路 就去猩猩石室 来到猩猩石室的入口 而入口的位置也非常狹窄 入口的位置也非常狹窄 入到里面的位置 其实它的空间也很少 刚刚有阳光的日子来 霸布可以拍到美照 而猩猩入口和出口 都是只得一个位置 就是在构石的下面 现在离开猩猩石室 继续圆柱仁脊下山 千万不要向前走 要靠左边小路下山 后面就是猩猩石室 这样下来 靠左边走 来看 也很轻松 猩猩石室的路况 亦是有些混乱的 周围都是布满了薯根 其实除了现在走的猩猩石之外 还有两条 分别是柱人左和柱人右 而柱人正正在中间的位置 地上一片混乱 超多树根 大家走的时候记得小心会卡到脚 在分参路口位转回左边走 走多一点就有分参路口的位置 沿路下山靠右边才对 但卡班首先想休息一下 所以就去左边 顺便欣赏一下有什么景 休息一会儿就继续回去柱人正落山 柱人正也是很多分支的路士 柱人正也是很多分支的路士 而且属于丛林的路段 大家就要记得看清楚地图 确认自己的位置 而且路况也不是太清晰 不过主要向着柱山道方向走 问题就应该不是太大 再走多一点就会见到柱山道 终于来到柱山道 刚刚由柱人正来到柱山道 沿着柱山道 沿着柱山道 今次的最终站为清水湾道 如果喜欢我们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赞支持一下我们 又或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你们的喜欢和支持 亦是我们继续开心分享的原动力 如果想以最快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